大家好我是小記者影翔 接下來我旁邊這一位呢 非常非常的神秘 你是誰 沒有我是龐白哥 大家好 你是龐白哥 龐白哥抓樂 欸欸欸欸欸 今天有點不公平 還有上妝我沒有 沒有我的嗜好 龐白哥抓樂回來了 鴨寶金馬六十影帝一定是他 今年金馬獎有很多的亮點 欸真的 你知道有誰會來嗎 我知道有 欺負木充 還有 南島光 還有 北野舞 都給你講就好了 哈哈哈哈 除了這些亮點之外 那最死亡之主 死亡之主 死亡之主 欸你講話 那個音調是有特別學的嗎 沒有啊 就是我講話的 其實平常就是這樣子 好 你根本去日本 平常就是 如果是以這個皮像來說 就是外表 肉體的部分喔 那誰會是你心目中的影帝 這我不好意思說了 這個我就很好意思說了 不給許光漢要給誰呢 為什麼 第一個是許光漢 他的身材的量 再來是他那時候呢 他理個小平頭 我覺得他集結了 所有同治天菜的元素 警察小平頭 只可以走開啦 我小時候很喜歡軟筋天 因為我 看了很多美食物有雜誌 你小時候就軟筋天啊 這是軟筋天 英明天 終於等到今天 你覺得內在就是靠實力演技的話 誰比較有可能會是你心目中的 真正的影帝 各種條件看來 我覺得應該判給胡亢仁 他也算是金鐘很有經驗的 因為他是金鐘長勝局 八四一人金鐘 對 金馬才第一次 他在金鐘應該算是現在就是 遇到他就要 真的是要 先退後 先退後 先冷靜一下 不用去電信工業 先不用寫得獎幹言 哈哈哈哈 是要逼死多少入圍者啊 我覺得就國際給獎的一個慣例啊 就是老殘窮級的男主角 特別容易得獎 你指的是 湯姆漢克斯 湯姆漢克斯對你而言會演戲對不對 他很會演啊 非常會演啊 他的第一座不是阿甘正傳 That's very disappointing 他第一座是演費城裡面的一個 愛吃病默起的病人 常常跟那個好朋友開玩笑 就是在捷運上的時候啊 我就說 你確定可以播 有解 你可以做不愛做耶 然後姊一定會翻白眼 對 什麼意思 老弱婦孺你就佔了三項 你只要在老殘窮級佔了越多項 越容易拿一頂 就是這個系列項目有點像是 你在比奧運的時候 如果你是 有輸奧運嗎 比較高分難度的比較容易拿到金牌 有分啊 翻滾吧 比較難看到 對他可能你有挑戰很難的 另外一個通則呢 中港台的金馬獎 他喜歡看大明星 演那種 嚇人八人 演到越像普通人 越容易機會拿腳 好像是真的 很閒耶 沒辦法 莫子儀 他演一個前逼死掉之後 幫他養小孩 然後還被警察質疑 害死了淑芳阿姨 對 對 跟一個普通人 然後在前面陳以文 那真的是小拼命 大明星來演 凡人特別難的原因 反而是 他已經習慣明星生活了 沒錯 我什麼事情都可以有人伺候 我怎麼都會知道凡人怎麼過 我講一個好了 張正對你而言會演戲嗎 我在挖豆給你跳 我覺得我對他的戲錄 就是 帥 看他的戲 我就會第一個想到 他一定是帥 他的外表 已經搶走我很大的目光 我不會先以題材為取向 我會舉張正的原因是 在我而言 我以為張正是一個 機會很好 因為 國內外大導演都剛合作過 他連國外的那個 最近那個叫沈萊色的 一個科幻片 對我而言 他是一個 我沒有那麼欣賞 看得出演技的人 尤其是臥虎長龍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 你也蠻敢講的 我之前 買了BCD 我好像把尤其快刮掉 就是張正拿著梳子說 我的 這是我的 讓我呢 要救自己來拿 我知道 我覺得那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連李安都救不了他的話 誰還可以救 結果張正在氣魂 一次瘦了12公斤 他就拿走了金馬銀帝 是 你還知道 Matthew McConaughey 要命俱樂部 他瘦了好像20幾公斤 他也拿走奧斯卡銀帝 綜合以上幾點 吳康仁瘦了8公斤 然後演一個 馬來西亞雞的亞巴 應該給他吧 那我有好奇問一下印象 不是我的菜 我先講 好好好 我看過了 我做一個假設好了 我一直有的時候會在想說 比如說 梅利史翠普的老公 他怎麼知道 他現在跟他吵架是真的 他說喜歡是真的喜歡 怎麼會演戲的 如果吳康仁的另外 你是吳康仁的另外一半 你怎麼分辨這件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麼會演戲的人 他要騙你 這是一如板掌 我相信 他們一定有在真真正正 比如說吵架 或者什麼時候 沒有看到這個人 就做回自己了 做回自己的那一面 但是我相信 他如果最近在那個角色裡面 他可能會用那個角色的方式 來回應你 如果梅利史翠普 那時候在演穿著 Prada的惡魔 然後你做了一件 他很討厭的事情 他可能會這樣 很多演員 其實你們可以注意 他在下戲的時候 他們會 出不了角色 還在 對 所以他們會做一個 做一個儀式 就是他們會發文 就是跟這個角色說再見 我也有聽過 演唱歌手啊 辦完演唱會在後台哭的 很多啊 可是壓力沒了 就可能是大哭 也沒有原因 我是唱太爛的 像是 啊哈哈哈 燕尾蝶 說到燕尾蝶 那我要問你了 吳康仁 演個馬來西亞人 但他偏偏是啞巴 結果我們金馬主委 文天翔 讚美他 演得就像是個大馬人 他又沒開口說話 所以就有一點 你知道 他怎麼會像個大馬人 我好奇 你的印象中 大馬人 長什麼樣子 是像 燕尾蝶 閉賣了 我先閉賣了 我覺得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你覺得 誰 會不會是真的 像我們龐柏哥 所預測的 吳康仁 你看老殘窮級 再加上 演得很平凡人 然後再加上 那個 壽生嘛 暴壽很多 你真的有在聽我說話 當然 膠本裡面有寫 但是呢 吳康仁要得獎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其他人 也不是省油的等 軟津天 我覺得他在 周楚楚傷害裡面 狀態更好 更成熟 氣場更大 當然跟他前 十幾年前的 萌甲比 但是有一個 小小的問題 是讓他沒辦法突出 是 有啊 他有突啊 他有突啊 萌甲他演小混混 周楚楚三海 他不過演個大混混 你是說戲路沒有突破 即使有突破 就是很匆忙撞忙 如果金馬評委 要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會說 我幹嘛 同樣類型的角色 我幹嘛給他兩次 我懂 因為柯震東 小情小愛的 紅線那個 那一部 月老 對月老的時候 其實他也有 他也有獲得很好的評價 可是他沒有辦法拿獎的原因 也有人說過類似的狀態 就是說 他以前就演過這樣的角色 小情小愛 如果吳康仁他拜錯了廟拿錯了香 就可能會辦給阮金天 所以對你來說 他們兩個可能伯仲之間 我覺得這次阮金天的表現算不錯 我不是因為皮箱選擇 你是 我不是 其實阮金天的過去 發生過很多 就是他可能自己也不想回想的一些 慘痛的經驗 人情氣盛 或者是 咬兒郎當 屋中無人 越來越多 因為為什麼說目中無人 是因為他那時候 因為他 今晚 八五十 對 百生日 超重要的一個神會 最後那個大合照 這麼經典的大合照 只有影帝影后才可以參加 缺了一個影帝喔 對 就是阮金天 因為這件事情呢 李烈跟他十年不聯絡 呀 李烈是他的製作人是伯樂 有氣噗噗說 這小子不懂 最近阮金天受訪 他也承認這件事情 他說 他說一個我覺得真的是真的是 兩個人鬧翻的鐵證是 他說有一次他們在一個場合遇到 三臉書嗎 沒有 三臉書還好嗎 好幼稚喔 我跟你講 三臉書這都還好 這是按 按著來 但是他跟李烈是 我們面對面碰到了 我假裝沒看到 所以這就 所以這就 對 愛的反面不是恨 對 可是在江湖走跳沒有永遠的敵人啦 李烈還是找他回來做出出戰 是 知道其實阮金天這十年不是白費耶 沒有 他還是過年過節要送禮 他有他有講 哦是哦 暗地裡也有下功夫 可是如果我要送李烈 我不知道要買什麼耶 感覺他什麼都有了 送水果吧 不然咧 我們台灣的演員 不去中國發展之後 我覺得今年至少有三四步是 阮金天在演戲 嗯 覺得一直看到阮金天的電影 畢竟他之前的 另外一半也都 蠻拼的啊 啊 誰啊 才得獎的 你講啦 不要你講 徐瑋寧是他 你不知道 我怎麼記得徐瑋 你老公是另外一個 那個是老公 啊什麼意思 哦 前女友 天啊 其實還有另外一位 也是男神等級的 但沒想到 對 他今年首次闖進了金馬的殿堂 爸爸 剛剛救了一個人哦 這一次他憑著疫情 呀有點內斂的醫生 SARS的時候 王國籍應該還是小朋友吧 沒有啦 那時候我們都記得啊 那時候還要上學的時候 還要拿那個溫度計 然後每個同學都一直打斷 老師說裡面有水銀什麼的 會不會太detail 還有很貴的口罩 很久 他是演一個住院醫師 剛好就被拉下了 全部關在裡面 有家貴不得 對 那蠻重心裡面的 退一百步想 如果一年過後 問你他在一起的亮點 你會想不起來 你也許會說 哦 哭戲很好看 但是他會是何而苦 忘了 對大概可惜的是這一套 近一點吧 《疫情》本來就是一個步調 進水深流的電影 對 那你如果在家看Netflix 如果精神不好的話 我們就 很拔刺哦 貴 哈哈哈哈 同戲了 最後要講這一片 對 他真的如果能夠得獎 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他有點偏喜劇 通俗片 對 金馬獎通常不喜歡看賣座通俗片 他又賣座又通俗 而且又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就是林柏鴻跟許光漢 這個現象在金馬 雖然不是第一次出現 有一次還同時辦給兩個女生 七月與安生 七月與安生他是 真的是比較偏 對 有一點藝術成分在了 高舉 這樣講會不會得罪鬼家人 不會不會 他大賣 他大賣 對 大賣了 他們應該不會 票房很好 真的很好看 我也蠻喜歡 我還推薦我媽看 我媽75歲的時候好看 我心目中呢 要給林柏鴻 拿下影帝 OK 他有一種 刮目相看 是刮目相看嗎 是是是 刮目相看的感覺 因為他 他演了一個 讓我覺得他不會很討厭 啊我懂 就是不討厭的gay 以前 演gay的狀態就是那種很很內斂的gay 比如說 女朋友男朋友 從頭到尾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不是gay 但最後 最後才說他喜歡的是那個男生 斷貝三就兩個悶棍在談戀愛 對 剩下光年 啊 他們演的都是比較 比較帥 比較有氣質的 gay的類型 我懂陽光 不敢相信 但不會有這麼三八的 要三八又不討人厭 然後又要讓人家覺得喜歡 然後還為他流下眼淚 我會喜歡許光漢多一點 是因為 他裡有一場戲 旋轉跳躍蔡依林那一場戲 對 那太難了 他驚呼全裸 然後被吸魅附身 然後在那一直旋轉 欸你這樣 好厲害喔 公司這場戲 他不得金馬獎 我覺得全世界的同志 全台灣好了 全台灣同志應該都把腳辦給他了 我覺得許光漢他比較沒有優勢的原因 是因為 許光漢他其實有50%的部分 是在演許光漢 我以為你說他有50% 沒有 我想說你怎麼突然清楚 我沒有不能接 我覺得啦 比較簡單就是本色演出 我願意把分數給他的原因 是因為 他不是同志 可是他卻讓我感受到同志所承受的壓力 我覺得基尼這樣子分析 給獎給林伯鴻 也不會見怪 而且我突然想到 他在怪胎的表現也很亮麗 但是偏偏怪胎 也是屬於一個小情小愛的小品 所以比較不會跳出 伯鴻 下次瘦10公斤 保證 保證獎是你的 總結一下喔 我呢 是投給林伯鴻 你是吳康仁 那不知道大家要投給誰呢 可以留言預測 歡迎留言 沒有小獎品 哈哈哈哈 如果喜歡我們的預設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分享喔 那也希望訂閱我們3D新聞網的頻道 還有娛樂新聞 Facebook也有喔 還有記得下載我們的APP 下次見 掰掰